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是要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看病的時候 到底該看外科還是內科 總是搞得猛灑灑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邦尼大解析 看看這些醫師們是怎麼說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這個我們講 醫院的架構上 內科跟外科是壁壘分明 看病的時候 是內科外科選擇的時候 治療的方式是更大不同 究竟病患該怎麼選擇內科或外科呢 來 我們看看 病患很頭大 內外科治療方針大不同 我要先講一個 我以前一個非常尊敬的外科教授 他講過一句名言 他說其實真正的外科才是內科 內科其實是外科 實話真講 對 外科每天開刀開到肚子裡 還有開到腦袋裡 他才知道裡面真的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應該叫內科 對 內科每天只有念書 看表皮摸來摸去 對不對 他只是一個外門外科 你也說內科 你也說內科 你也說外科 是外科 他到血管裡面去 我們是那一代的血管 你是研究血管裡面的東西 但是我要講就是我外科教授 因為那個非常優秀的一個前輩 真的很有道理 對 真的嗎 這樣講好像有道理 動刀會傷精氣神 所以有時候還是希望可以用內科 沒有 你動得好就不會 我動完之後變成精氣神都越來越好 對 你氣 你為什麼讓我的腰刀 你又好了 沒有進展好那個招育而已 但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其實內科跟外科的界線 已經越來 大家的觀念很可能 就是吃藥是內科 開刀是外科 但近些年來 這個界線已經越來越不清楚了 因為以前我說內科不動刀 可是大家看心臟內科 現在他做導管 對不對 那個時候手術了 對 然後你看腸胃內科 現在拿一個東西也戳到你 看腸胃鏡 對 人家也到裡面去了 所以外科呢 外科現在很多 其實由他來判斷 這個到底開刀好 還是治療 還是內科的療法好 其實最重要是 身為一個品格高尚 以及內外兼修的婦產科醫師呢 我今天其實要告訴大家 就跟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內科外科 其實只要能治得好的 它就是一個好科 所以在中間的拿捏就很重要 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當總醫師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 組織醫師會收Case進來 那陳惠就要討論 其中有個Case進來 肚子兩側都有個大腫瘤 大概12公分 那一看的確是卵巢的腫瘤 電腦斷層跟超音波一看 那一爆的時候 那那個年輕的婦產科醫師 我們外科系當然是覺得 腫瘤嘛 進來當然是要開刀 十幾公分還不開怎麼可以 但是身為一個內外兼修的 資深的腫瘤呢 我看了一下我就跟他說 其實這個腫瘤 另有玄機 因為這個超音波一看 它是一個轉移來的瘤 轉移來的瘤就有一個問題囉 它很可能是從別的地方轉移 如果是最常見的是 甲狀腺胃 還有一個是淋巴 血液來的 甲狀腺這麼遠 在這裡 對 有這種投奔自由也不顯遠 他還是可以跑很遠 然後所以這個一看呢 後來有說不行還要再查看看 而不是直接開刀 因為每個人的理由就不太一樣 結果後來這是一個 淋巴癌它就不是手術型的癌症了 它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以後就好了 所以其實要判斷才是最重要的 內科外科只是一個工具 所以今天因為我剛剛聽到 我們社下已經討論很久了 我希望我們今天一屆要團結 我們那個Slogan就是 We are family 對 是 其實很多案例都是先從內科一直發現的 因為病人他肚子不舒服 他會先去找腸胃內科 這個病人他就這樣 他才40幾歲 他就覺得最近吃東西 就是一直不太舒服 而且他會解黑片 所以他去找腸胃科 腸胃科給他做個胃鏡的 就發現他十二指腸長長得很大的腸瘤 他沒有順便切片 切片完之後他會給他做一個電腦斷層 結果他是一個蠻罕見的胃腸道肌脂瘤 他也是一種二性的腸瘤的一種 可是他十二指腸長的那一顆有六公分 然後肝臟也有一顆兩公分 所以他理論上算是轉移了 那時候那個胃腸科醫師跟他講說 你這個開刀的位置在十二指腸不好開 因為十二指腸的手術要開個很大的手術 而且肝臟又有一顆 他說你這個我不建議你開刀 這個癌有一個標靶藥 效果很好 你先吃 吃得比較消之後 之後要不要開刀 我再幫你評估 如果你有一天 我覺得你需要開刀的時候 我就幫你轉給外科醫師 他聽聽他就說 那吃這個藥一定會消嗎 他說不一定 所以說也有可能不會消 三個月之後我變成很大對不對 他說也有可能 但是這種機會不高 但是一般人家這個藥還蠻有效的 建議你先吃 病人聽聽就毛毛毛 因為現在病人喜歡聽到的答案就是一病 你跟我說 有可能會再變大 哇塞 他就怕了 就自己跑來掛外科的 好 掛我這邊的 我就看了一下片子 他就跟我說 醫生 那個醫師叫我先吃藥 吃藥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除了沒效之外 我說有啊 像吃藥如果沒效了 你的腫瘤就越來越大 吃藥如果有效 你要嘛就是腫瘤越來越消 很棒 可是也有可能 你知道嗎 有效的時候代表說 那個腫瘤會死掉嘛 死掉會怎樣 就會爛掉 會流血 所以可能有效的時候 吃藥的時候 你變成大豬血 也有可能變成那個爛掉 變成那個奢侈上穿孔 這個就是風險啊 所以他就說 那這個不會開 我說這個可以開啊 因為你轉移的地方只有一顆 以這種瘤而言 大部分的轉移 還是不能開 可是這種瘤是可以開的 那開了他就不會轉移嗎 不是不是 應該是說 我們對一個 惡性的腫瘤 那個觀念是這樣子 就是第一次的治療 能夠越乾淨越好 沒有人可以跟你保證 之後會怎麼樣 但是第一次的治療 能夠弄得越乾淨越好 他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內科醫師 叫我不要開這個刀 我就說 那可能因為內科醫師 不知道我們開到的過程 因為他不會開這個刀 我告訴你說 這個其實是可以開 他說 我說內科醫師 比較不能夠判斷說 這個開的刀有多危險 他說 所以他就說 可是內科醫師跟我說 這個腫瘤開這麼大的刀 我會有生命危險 我就說 每一種刀都會有危險 但是我開這個刀 我還沒有出事過 所以 為什麼 總共是外科醫師 我建議不要講這句話 就是說 我說 所有的刀都會 一定有一定的風險 對不對 我是說 我不是說我一定不會有風險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是第一個 但是我還沒有出事過 所以我答應很難講 基本上還是有相當大的把握的 當你這樣講 當然畢竟就會給我開刀 後來就是整個開刀 當然會不會很好 沒有 我們是說 我們會去判斷 因為有些時候 就好像剛才保安科醫師講的 他覺得外科才真的內科 因為我們有開進去看 所以我們對於電腦X光的判斷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會比一些內科醫師精準 因為我們很知道說 這樣進去的話 它對於血管的位置就是這樣 開進去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有時候對於能開不能開 有時候我們判斷會比內科醫師稍微精準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在看 可是我們病人喜歡聽你這種話 他有自信的說 我開過這個刀沒失敗過 對 就比較安心 像剛剛內科說 吃了搞不好說會變更大 真的回家根本睡不著覺 好 內科 我覺得醫師有時候百分百肯定 那病人是比較放心 對 有一次我就跟他說 這個事還就是重提 有一次我跟他講說 那個 你居然就覺得我腎結石 你為什麼不先把我拿呢 他說你沒有痛為什麼要拿呢 話講完後四天五天就開始痛了 我就罵他 你看早拿掉不是就不用痛了 可是一般他也不是說 鼓勵外科一見面就是要開刀 他說你沒有痛就不用啊 有時候醫師講話 你還是要聽他的 其實主要問題是因為 我們開刀都有所謂的一個叫做 indication 翻過來就是適應症 就是不管什麼東西就是 你不是有這個症狀就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除非是二性腫瘤那是一定要處理的 可是很多東西像結石啊 或是像那個卵巢 或是乳房的腫瘤 都有所謂的適應症 可是適應症而言教科書上 比如說教科書要告訴你說 那個脂肪的那個 就是乳房的腫瘤超過三公分要開刀 可是還是有很多的意思 他覺得 你的天生這個人的主房就很大 我搞不好可以看到你四公分 我再開就好了 對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自己的彈性的判斷 因為跟明謙來講 大家都說西醫 就外科見面就要開刀 有這樣子一定嗎 也會不會 沒有啊 我們有時候也會叫病人觀察 對啊 我覺得是有點污名化 對 大家都說那聲音也叫人開刀 尤其是外科 我們外科就是那個 就是品德極度刀上的外科 其實上面有一個例子 外科有外科的人格特質 醫師 外科真的是非常果斷 看事情就是是非 他們做事情非常快速 可是內科讀太多書 都很多婆婆媽 我們會深謀遠慮 沒有欸 後面也在讀區 我也會 砍來砍去的 那我就舉一個案例好了 其實事實上在醫學中心 為什麼醫學 大家很喜歡去醫學中心 其實我們常常有那些 灰色地帶的案例 那那時候就內科外科 一起 combine 開會 大家一起開會 討論出一個 對病人最好的方案 我覺得這個是最正確的 有時候討論還需要一些時間 有時候根本沒時間 就要很緊急的做決定 我那時候是那個在 住院醫師在守那個 內科急診室 來了一個二十幾歲 年輕的女孩子 肚子痛 痛到而且發燒 然後肚子痛 可是沒有上吐下瀉 我們最怕的 如果上吐下瀉 還比較安心 那他本來就是一個 那個豐師免疫科的 紅斑性狼腸的病人 然後當然他肚子痛 已經收給內科急診室 我們就在那邊觀察 哇 越來越燒 那我們肚子會 大家都摸來摸去 看他到底有沒有比較好 那觀察結果 越來越痛 所有的外科症狀都跑出來 包括按壓痛 包括整個肌肉 都已經在阻抗了 那反彈痛 這都跑出來 那白雪球越來高 病人越來越虛弱 我們就趕快不大對勁了 就趕快超暈波 什麼電腦斷層都掃 掃完之後 趕快匯整 一般外科 還有那個婦產科 大腸直腸外科 全部都來了 那還有唯一內科 就是我們的風濕免疫科 那大家來 一個醫師就摸一遍 那個病人已經快抓狂了 每一個來都要 都要壓一次 這就四個醫師就圍在一起 內科醫師認為 他應該是紅斑性囊腸造成的一些血管炎 肚子痛 他認為說收給內科 那直接就用一些 那個類固醇脈衝式治療就可以了 可是外科醫師覺得不對 外科醫師說 這個絕對是 外科可能是一些腹膜炎 或者說血管 叫做腸子已經壞血 缺血壞死 所以他們外科一定要開進去 然後問題是三比一 外科真的講話都比較大聲 所以那個 那個 就是說應該是我的病人 最後還是被那個 後來做出一個決定 就把家屬找來 跟他講說 我們不敢決定是內科 還是外科的Case 可是萬一他是外科需要開到的 你沒有開進去 很快就敗血性 休克會死亡 那我們就把它掀開 剖腹探查 對後來真的是進去剖腹探查 剖腹探查完之後是內科的問題 後來當然是家屬說 會不會覺得說這白癌 其實很多急性腹痛 最後都要靠 剖腹探查去做決定的 當然家屬也可以諒解 最後那個病人當然還是收給內科 那也還好安全出院 大家以前想到剖腹探查 都是要把整個肚子打開 大家想到就很害怕 可是現在身為品德高尚的外科醫師 我們就是聽必然想 是極度高尚 極度高尚外科醫師 做人又開始會把那個傷口縮下 所以現在都有微創的方式 可以用內室鏡開一個小口 進去看用腹槍鏡在裡面看就可以 不用整個肚子打得很堪 所以對病人來講 相對是好事 就是我有一次也是肚子痛 但是因為我本來就是 經期來的時候會痛 所以然後我是那種痛到會送急診 可是我那一次肚子痛的時候 我很確切的知道我經期沒有來 而且也不是經期快來 但是我就是肚子痛 痛到真的是受不了 然後掛急診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看你說也沒什麼 他就說叫你先坐輪椅 我說不行 我完全不能夠 我一定要躺在病床上那種痛法 所以進去之後 通常就像醫生來會做檢查 按壓回彈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他就開始幫我會診 又把我退去婦產科招超音波 然後又叫我去抽血 幹嘛幹嘛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都弄完了之後呢 內科就會說 那我先幫你掛點滴 然後幫你打一個止痛針這樣子 後來報告出來之後 內科就說 其實你指數都是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 那其實你點滴打完的時候 就可以回家了 結果後來我在點滴打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個外科醫師走過來 他就講說 我剛剛看你的報告 是指數都是正常 可是我合理性的懷疑 你有可能是慢性盲腸的人 所以他就說 我覺得你還是住院 一天觀察會比較好 他應該是看到是你吧 不是 我當場就想說 他不怕專案才認罷 不是 哪有 沒有這樣 品德高尚外科醫師 同時你可以看出來 外科醫師到底品格高不高尚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當然要講說 蛤 我說什麼是慢性盲腸炎 他說慢性盲腸炎 就是你可能不會像急性馬上復發 但是有可能會 就是你一天慢慢持續 但是因為你又是在肚子痛的狀態 所以他說我覺得還是要住院觀察 害我莫名其妙 真的住了一個晚上的醫院 第二天之後 他就是有排了一些檢查 後來還是沒事 然後我也不痛 他就說 那你已經出院了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case 就是跟慧如一模一樣 他就是肚子痛 斷下去有10天那麼痛這樣子 然後就是跑來我們這邊做檢查 那像你剛剛說的那位醫師 他一定是沒有幫你做腹部超音波 沒有 對 像其實像這種盲腸炎 有時候假如是很典型的盲腸炎 腹部超音波就可以診斷了 像那個病人他 我的病人他痛了10天 我們給他做超音波 就發現他的盲腸已經腫起來 大概超過0.7公分 而且裡面有石頭 所以這種是很典型的一個 糞食去阻塞把盲腸塞住了 但是因為他痛了10天嘛 然後他沒有附水 他腸子居然沒有破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可能是一個 雅極性或者是慢性的盲腸炎 這個的話有機會 可能是可以不用開刀的 但是就是我們還是要先找外科醫師 評估一下說你到底要不要開刀這樣 那後來他就去醫院了嘛 某大醫院做了電腦斷層 確定盲腸炎的嘛 那外科醫生當然就跟他說 你就是要開刀 他就說你要開刀嘛 那我那個病人就不願意啊 他就說我都已經動10天都沒事了 然後張醫師跟我說 好像可以不用開 我幹嘛要開刀 結果這個時候外科 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 有些不代表可能 以後會附魔眼什麼之類的 他就說 我跟你講你這個 你不開刀 腸部破掉 蓋水症 會死 那因為你開啊 對啊 你會死啊 你要不要開 不開會死 開了搞不好也會死 你看 這個你不自己加的啦 太可怕了 像我的病人一樣 內科醫生說不要開刀打科醫師 外科醫生說要開刀 他就出院 他就跑去第三家醫院 第三家醫院的外科醫師 比較好講話就說 他發燒10天了沒事 那要不然我跟你說 你先住病房 腸胃科醫生先幫你打抗生素 假如你不行 抗生素沒效 隨時就直接進刀房 立刻把你開掉 可是有的觀念就是 爭取時間 你後必拖到10天 開一開就好了 像這種 撐了10天的他OK啊 這個我們要解釋一下 那個秉的以後 大家來不及的是 聽到盲上也都以為 自己可以打抗生素 這樣不太好 那個應該意思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我們外科醫師 在判斷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先想說 第一個 我幫你做這個動作 困不困 因為開盲上是一個 很簡單的手術 第二個是說 萬一你真的沒開到 你真的發生很大的 病發症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所以我才說 有時候我們外科醫師 你會發覺 我們就說 你這個就開到就好啦 不然的話 你之後萬一破掉 怎麼樣 不是很麻煩嗎 我們講的是實話 所以我剛剛就講了 你看10天浪費 我都10天 我覺得有可能 像張總統講的 那個也是對的 因為如果之後病人 他已經發炎很久了 那個地方可能會形成一包 那個是並不好開的 所以他如果說 他沒有在盲上也第一時間來 他很慢才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建議先打抗生素 把他打下來就好了 下一次說 等你已經打好了 你可能兩三個月之後 再來 裡面比較不在那時候 再來把他開掉 我自己的一個朋友 他那個時候是 吃完了大餐之後 覺得肚子痛 感覺很像腸胃炎的症狀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想說醫生朋友 就問我說 我這症狀怎樣 他就可以形容 繞急痛啊 往下 我聽一聽我就覺得說 這是盲腸炎 你去掛掛急診 然後可能人家幫他 安排手術 就幫你開掉這樣 他聽到開到兩個字 他就很害怕 他就沉沉 然後第二天去看腸胃內科 然後去看腸胃內科之後 他的敘述是說 我吃完大餐之後 肚子痛的狀況這樣子 那他一直導向 這個肚子痛的狀況 像是腸胃炎 所以腸胃內科的醫師 也把他當作腸胃炎處理 就收住院 然後就打點滴這樣子 然後就弄了一個多禮拜 一七天十天 後來他就很開心打給我 我打一打抗生素好像好了 然後就很開心出院 然後好了恭喜他這樣 然後三天之後 他肚子又大同又回去 回去了以後 好像繼續還是用 抗生素的方式做治療 就是不想開刀 他就是不想開刀 然後後來真的召會到外科 又傳到我這邊來的時候 是他真的是腹膜炎 整個肚子全部都是髒水 然後就開了一個 很大的傷口做處理這樣 那我跟你講說 因為我們內科跟外科 我們雖然是family 感情很好 可是其實我們從以前 就有流傳一個 學長說的一個笑話 我們善效內科醫師 我們說 如果今天有個電梯門 要關起來的時候 你會拿手去擋 然後不怕被夾到 那一定是內科醫師 為什麼咧 因為他們動動嘴 他們就不會動手 把手夾到你也無所謂 然後內科醫師就回嗆 我確定你們是family嗎 我們還是像family 內科醫師就回嗆我們 就說你看那個電梯門 夾起來的時候 會用頭去擋的 一定是外科醫師 因為他們腦袋夾爛 然後沒關係 我們都沒有 沒事 沒事 內科筒的樓子 會由外科來洗 這一定的 外科筒的樓子 常常是內科收 沒有 外科會掉是內科收 那我們婦產科 自己筒的樓子要自己收 所以其實我們中間 拿捏會比較剛好 其實我們常常在看很多治療 因為我們也常收別人的攤子 最重要是當下的最適合方案 而不是最好方案 因為當下能夠做什麼決定 真的就是當下的資訊才夠 我們常常 剛剛那個瓜哥有講到 為什麼你那時候不先做手術 其實我們在醫療上有一個重點 就是罪症不足的時候 我們不能可以判刑 第二個如果有教化之可能呢 我們要給他教化 就不判死刑 差不多意思 所以在手術上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可怕 因為我們自己當外科西醫師 我們很清楚 同樣的一個開刀 它可能有程度也一分到十分 那這病人可以要求嗎 可以啊 我預防嘛 可以討論 所以跟瓜哥講一下 其實就是為了減少這種 我們內外科必須要爭鬥 其實我們各端一道菜 這幾年全世界醫療政策 最聰明的就是叫 當一個東西只有一個選項 只有一盤菜 只有江貴俊在的時候 你也只能選他的菜 可是你可能狀況還好的時候 有三四道菜 病人必須 如果情況不緊急 病人必須共同參與決策 這個目前比較流行 就是像我們的 一個是骨科的患關節 因為它沒有那麼緊急 我們生產 還有一些腹科的疾病 它有時間可以思考 像他們中風就沒有時間跟你講 中風是沒得選啦 可是比如說 頸動脈狹窄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放自駕 也可以做外科的內膜剝除素 所以我們都會 我們講 剛剛保倫哥講說 我們講 共同決策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 衛教的影片 一些資料跟家屬講說 你放自駕 好處壞處是在哪裡 開刀 好處壞處在哪裡 很多時候這些病人 其實是在內科醫師手上 我們都跟病人講說 一起開個會 把這些資料看完之後 有問題我們來討論 讓病人或者家屬 跟醫師做一個多方面的溝通 做一個最好的決策這樣子 對 那我之前就是被好像 醫生不想為我做決策 我曾經有過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打球 你們兩個大不同 對 完全不同 你現在看我比較討論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在打球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 就是突然練完球以後 腳就腫起來 腳踝腫起來 然後很痛 甚至到我沒辦法走 你知道 我要撐拐杖 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剛好我平常 看著那個復健科醫師 他出國了 所以我就掛了一個骨科 然後骨科進去那一樣啊 他就看一下照片子 照片子看一下 欸 沒事啊 骨頭沒有事 那你打球扭到 我說可是我這是 我真的印象中沒有很嚴重的 像這麼痛應該是 踩到大扭才會這麼嚴重 他說 喔 這樣子喔 這樣子 應該是扭到 然後他很多人 他那個門診很多人 然後我說 欸 醫生會不會是痛風啊 因為我有隊友是痛風 他說 喔 痛風 我說 我幫你掛 我幫你掛那個 風濕美醫科 馬上他好快就幫我掛 風濕美醫科 他說下午有一個醫師 你去看 對 就轉整 我就 喔 好 就等 吃個飯等 然後下午再進去 他這樣看 他咬 腳扭到啊 我說對 唉唷 這麼高 打籃球啊 我說對 應該是骨科的問題 我說 醫師我從骨科來的 他說 喔 我跟你講 我說 因為我跟骨科醫師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痛風啊 他說 我跟你講 痛風 你還要哀症抽血 然後驗尿酸 麻煩啦 你也不會馬上知道 我跟你講 你就先去骨科那邊 你去看骨科 然後他會給你吃那個消炎止痛的 回去冰敷 幾天就好了 這你們運動也很熟嘛 對不對 就是腳扭到 就是這樣子 我就 所以這樣子喔 就這樣子喔 他說對 好 沒事 又回去掛骨科 又要幫我掛 又要幫我掛骨科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什麼意思 那你最後是什麼好的 最後我就再等了三天 等我那個復健科醫師回來 我去找他 然後他還說 笨蛋 你找別人 就找熟的嘛 來醫院就找熟的人就對了 那你又不在了 對 我說那你不在啊 後來是什麼問題 後來就是痛風 後來就真的 還是挨了一針 還是驗血 然後驗尿酸 喔 對 是痛風 之前有一個患者 他就是一個老奶奶 他原本是到我這邊看高血壓 因為他有椎間盤突出 那椎間盤突出這個病就是 如果說基本上他如果沒有 還沒有造成一些很嚴重的無力 或者是壓迫等等 是可以先就是觀察 做復健 所以他一開始就是先看神經那一科 然後就是幫他做復健這樣 那他復健就做了大概幾個月之後 結果他有一次就是 就是因為自己搬了一個重物 所以他可能是有一個急性的壓迫 所以他那時候是 撞下肢無力 然後他就趕快就是到急診去 那他急診去之後 急診醫師幫他做檢查之後 就跟他說你這個壓得很厲害 所以當下他是幫他 彙診了神經外科醫師來 那確實就是 其實我要說外科醫師 真的有時候 講話會 就是比較自信一點 對 好 你可以一直想要 誰誰誰 對 好 OK 然後他就 反正要粉絲有點多 我知道他有點害怕 OK 然後他其實就是神經外科來了之後 其實有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急性壓迫 所以他那時候看了片子之後 認為這個是要開刀 可是他那時候跟患者說 這個問題就是要來看神經外科 就是到開開就沒事 你在那邊做復健做半天 類似就是有一些這樣的話 就是你應該早來看我 早來開刀 所以那個後來他就進去開刀 結果他開刀之後 就恢復得很好 所以這個患者心裡面就覺得說 對啊 那為什麼我前面要浪費時間 在那邊做復健 那開完刀就好了啊 可是後來他還看我的時候 我是跟他講說 有時候我們不能這樣講 因為開刀他還是有風險 那有時候那個話 就不能講得太滿啦 然後就是說 我就跟他講說 一開始神經內科醫師處置也沒有錯 因為這本來就可以做復健 而且你是因為一個急性的壓迫 那可是有時候患者 他民眾接收到的資訊 他就會覺得說 那一開刀就是我就好了 那為什麼前面要被內科醫師 耽誤那麼多時間 可是有時候真的不是這樣 像我媽媽就是因為 她以前年輕的時候太操勞 所以她在六十幾歲的時候 我陪著她看二十年的 就是她的腰椎 從她六十幾歲的時候她痛 痛的時候呢 剛開始是想說脊椎就看骨科 那骨科照出來就說 阿翠媽你有幾顆骨刺就在下面 就是其實還好 如果你還可以接受的話 我就開一些止痛藥 放鬆神經的藥給你吃 其實你還不用開刀 可是我媽就常常痛 常常又買那個什麼 然後又去看神經內科 神經內科也是說 阿翠媽你不用開刀 就試著吃藥 就吃著吃著以後 因為我媽止痛藥就吃到很高 然後痛到睡不著就吃安眠藥 安眠藥以後 她吃了以後 她就都想負面的東西 就變成憂鬱症 然後止痛藥又變成 吃到她幽門感菌就胃痛 就這樣子就吃不下東西 就是發覺內科開了這些東西以後 她就覺得不OK還是會痛 也去做過復檢 然後也去看過那種中醫 垂打什麼吃中藥 都沒有用 後來我們那時候就是去外科 神經外科 神經外科說 翠媽這個就是開刀 就是那時候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說要開刀 而且那是個非常權威 你她講一句話 你不能再講第二句話的 就是說是就對了 後來我媽就覺得 這個醫生太臭屁了 就又跑到另外一家 很有名很有名的 這麼臭屁就放心給她開 可是我媽又想說多問幾家 能不開就不開 我們又到了一家骨科 結果骨科就說 翠媽現在民國 就是我們現在有開 就是不用開刀 打一種叫骨水泥的東西 把你那個東西撐起來 你通了就好 你不必這樣開打壞 她說我媽就聽說 真的喔那個不會有附送 她說不會 有一個很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醫生 就把她開了 開了以後我媽的確就腳不麻了 對不麻了以後呢 隔了幾年以後她還是會痛 後來她又回去看那個 就很有名的外科 臭屁的 對 出去 我跟你講了 你不開那你現在有 不用找我 就很兇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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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對不起啊 我是不知道 因為當時太多的醫生 跟我媽媽講 所以我想說 能不開刀就不開刀 就一直跟她說對不起 在收留我們這樣 她說那你現在打了骨水泥 我根本沒有辦法幫你開刀了 因為你也不能按摩了 也不能去扭腰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都不行 就是你都不聽專業的 就兩派就是弄的 後來到最後 我媽媽最後隔了幾年以後 八十幾歲了 她到最後很可憐 她是所有的醫生都不願意幫她開 因為她又還是有腰椎 所以我們打一種針 是從肚子裡面打 一個月是一萬七的一種針 就是讓你補充蓋 因為我媽骨蜜度非常低 那打那個東西 還裝那個鐵架一萬多塊 訂做那個鐵架 讓她撐起來 可是沒有用 坐附件也沒有用 那所有的外科醫生 神經外科都不願意幫我媽開刀 是因為我媽心肺不好 八十九歲了 他們說年紀大不要開 可是我媽媽就痛到 都住在醫院打馬飛 就是她發炎 就一直發燒 就白血球都高了兩萬多 出不了院 後來我終於找到有一個醫生 願意幫我媽媽開刀 因為你牽了生死狀是不是 對 其實很掙扎 因為當時我們推進去的時候 馬上又出來說 吹媽媽不能打麻醉 因為那個開啟罪是要趴著 趴著年紀大將 她什麼時候停止無息不知道 對 後來我就那時候就跪在那個 外面說舅舅我的媽媽 因為她出不了院 然後她給她貼一種 有一種馬飛的東西 我媽媽不認得我了 我就說怎麼辦 又死不了又好不了 又出不了院 那對家屬來講是真的很痛苦 對 後來就有一個醫生就說 好 崔小姐你敢簽生死狀 我就給你開 後來我說 我媽看我媽這樣也認不得我 然後躺在那 就我想就拼了 好 就來了一個 我們請了一個很專業的一個麻醉師 就幫她打了 她說崔小姐我會盡全力 你不要緊張 後來我媽一去 端午節的前一天就開了 好囉 就我媽都好起來 都可以走路 都可以那個 我好高興喔 結果第二天端午節 兵敗如山倒 整個心肺衰竭 整個搶救 結果她整個上班這邊全壞 後來我媽媽在醫院 三個多月加護病房 弄到胚抓 因為她打那個抗生素 把她手綁起來 我早知道就不讓她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我們可以回應一下 有一些醫師 她對於她這個方面的手術 她是很專門的 她可能幹好幾十年 她非常的專門 因為有些時候 其他 我不是說反對你們去 貨比三加 四加 五加 也許有時候你會是對的 但是有些時候 其實其他醫生 我說她對這個東西 並沒有那麼專精 今天並不是三個都很專精的人 站在那邊跟你一起講話 有一個非常專精的 其實你叫她跟其他兩個 那種比較不專精的醫生討論 她會覺得 我需要跟他們討論 他們看的case並沒有我多 而且那問題一定是 你媽媽的骨質素中的太厲害了 都扁掉 所以她一直打骨水泥 你打久打久之後 那個其實會有點沾黏 後來開道的醫生會很難開 所以當你弄完之後 其實其他醫生是不大願意去接手的 因為接手會很難弄 那你說後來你牽了身體之後 人家幫你開道 對 她幫你開完道之後 就產生了一樣的問題 因為你拖了太久 你拖了這麼久之後 你媽媽的身體是越來越差 這時候再去開道 本來的風險就非常非常大 我們常常都會說 其實有時候手術本身 並沒有那麼的困難 只是手術完之後你恢復不回來 你媽媽一樣 她手術其實是成功的 可是你恢復不回來 就是我們常常外國人來講 我手術很成功 可是變得死掉了 可是回顧這個故事 如果從頭來過 你第一次開道 所以我不能講說 第一次開道就第一次正確 也許第一次開道也會出事 我只是說 如果看這個故事來看的話 也許你第一次開道 她的機會當然會比 後來賽開會大 補那個骨水 不是 就是在補水之前 她就直接去開刀了 對 因為那時候 你媽媽的身體狀況是最好的時候 你那時候去開 搞不好 做得比較好 你一直撐撐撐到後來比較差 至於那個醫師的人格問題 我們就請那個 人格比較相近的保倫醫師 其實沒有對錯 我覺得 沒有對錯 其實為什麼要講 就是每個時代 有當下的評論跟技術 大家在看醫隆或者派遣女醫 一個醫師很神奇地開完 病人就活過來 其實就像你 當初你媽媽剛開完的心情 有時候我們現在在評估的成功率 不是手術成功 而是病人能夠存活 或者甚至現在更高級 叫做手術後的生活品質 這個病情我們幫你矯正 人活了 可是他可能半身癱瘓 那你要不要做呢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人生 你已經努力了20年陪你媽媽 而且老實講89歲 可以了 非常長瘦 而且換個角度來講 其實做到 所有人做到該做 其實就無悔就好了 如果我們去討論20年前 當初A B C 哪個步驟沒做 這就是我們有時候在接手別人 我們很怕去評論別人 因為只有當下的人 才知道發生什麼是最好 但是我還是很感謝 曾經救過我媽媽 不管怎麼樣 真的都是宿命 對 我們碰過就是 一個就做抽缸 他說腰穿背痛 我們來看完做做MR 這個就復健就好了 三個月復健 不要拿重的穿背架等等 那些骨頭看起來還好 可是他跑去 他覺得痛 結果沒改善 去外科 外科說沒問題 開完之後馬上就OK了 然後開完之後 結果他就回去工作 沒有穿背架 沒有做復健 然後不到一個月他就回來說 開完到還是很痛很痛 其實他簡單來講 我就跟他說 你工作有沒有繼續做 有 有沒有穿背架 沒有 有沒有去做復健 沒有 其實後面很多的衛教 其實更重要 內科醫師來講的話 我們不是說 這個 我們是看得比較整體 比較全面 有些時候 我們外科也看得很全面 非常 我們外科也看得很全面 有些時候 慢慢慢慢動 準備太快動 或者太快做決策 來得好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也碰過一個就是 一個女生 她去到外科 外科做了個MR 你警覺有問題去開刀 其他檢查什麼都沒做 你覺得開完刀之後 其實過來 病的症狀還是沒好 其實都越來越萎縮 那時候轉到門診 我們做過了神經傳導 還有計電圖做一做 這跟其他人不一樣 最後診斷是什麼 他是一個劍動人 所以他肌肉已經開始萎縮了 所以他那個刀其實是白癌的 電視劇上演的都是真的嗎 內外科派系鬥爭好兇狠 其實今天請成龍來 就知道有他的用意在 成龍在就有武打場面 所以其實在 在你說會不會有鬥爭的場面 只要是職場 怎麼會有鬥爭 其實每個科的特性不太一樣 外科系雖然比較霸 還要看科別 心臟外科恐怕最霸 因為心臟他一個人主導 心臟出一點問題 這個人會掛 神經外科也有點霸 可是神經外科 他開到要開很久 所以他在霸裡面溫和一點點 那個一般外科 我為了今天這個節目 報告瓜哥 我真的在我們開到時候 試掉了這個 20到40歲的女性的護理人員 然後試掉一下 他說現在外科 一般外科很怪 一般外科比內科還要娘 那個講話 講話都繞著 覺得自己念很多 是不是繞著 短月末腳罵很多人 我說真的還假的 他們因為這是 這不是我個人評論 就是我們開到房的 食欲睿的人 共通共通想 你前外科比較兇悍嗎 不會 他們骨科 其實老實講 以前骨科 骨科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個人覺得骨科 今天沒骨科嗎 骨科我個人覺得不太有氣質 因為骨科就是拿鑽子拿釘子 其實他們很暴力 結果這次調查 我想說骨科應該評價不好 所以我開到房的人都說 骨科最好了 因為現在年輕一代骨科 汗草都很好 體格超好 真的嗎 所以體格超好 骨科都骨科 都一定要升高180才能夠 真的 因為你要抬腳 抬腳那一起來很大 你不要喝汗草 你哪裡搬得洞 我們都看到陳怡茲 那種 陳怡茲也很快 現在越來越好 陳怡茲你不要看他 因為其實他力氣很大 但是我要講這個 不要只看身材 我們力量還是還蠻重要 那我要講的是 其實光內跟外資會鬥以外 我之前出了一個 真的就是 我們其實那時候有一個外科 減重手術的教授 非常優秀 其實他來 當然他整 因為我們理育他嘛 所以包含開到房裡 一整層都為了他規劃 因為那是自費手術 給他一個專屬辦公室 甚至他的病房 因為病人很多 我們就一整層給他 隔一陣子一個 骨科的大教授來 那個骨科教授 比那個外科教授 更資深一點點 骨科教授來說 因為他們以前是同事過 這個小老弟在這邊 怎麼有這個 那我們骨科開玩笑 我們骨科 怎麼會輸給一般外科呢 所以他說 我也要比照辦理 完蛋了 你知道醫院就這麼大 我後來找那個公務主 我們找所有主 我後來真的打掉一塊 一塊空間 給他們專屬辦公室 好 辦公室我終於解決了 接下來要病房 我說 骨科教授 我們病房是不是可以公用 因為他們骨科也有自己的 本來就有一層 我們骨科沒有他們漂亮啊 那還好 那就拯救 拯救 接下來說 那人家有專屬開導房 我們骨科量這麼多 應該也要一個專屬開導房 我後來跟他說 骨科教授 我真的變不出來 那地下七樓 那個網生室旁邊 還有那個四樓空間有 他們要選擇 當然是開玩笑跟他講 他說他知道 好 因為他們就這樣 所以光擺平外科 不要說哪一科 內科跟外科 不要說內外科 對 因為內外科之間 其實在多數醫院 現在合作的人是比較多 對 真的 為什麼 因為外科系醫師 要靠內科系醫師 幫他送病人 那外科有些評估過 其實他不想開 就像那個哈教員 其實有時候是可以外科治療 可是為什麼他頻頻的 轉接你去別的地方呢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因為你應該是你非常可人 然後或者他覺得 你適合某一個類型的醫師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他就幫你轉接了 所以他需要一個後送的團隊 所以內外科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 那個氣氛是比以前好很多 其實我們在軍方體系的意願 常常外科講話 一定比較大聲 然後我們的內科 常常像一個小媳婦 比較那邊 可是我要舉一個案例 我們也有一天 其實這個案例是相反的 我們的內科去拗外科醫師 就是那時候 我是一個小小住院醫師 那我幫忙 幫忙照顧是一個 新陳代謝科 一個大主任的一個病人 那個病人來的時候血糖500多 我們一直認為說 他只是血糖控制不好 打打胰島素就好 可是他也沒有肚子痛 沒有發燒什麼都沒有 到了第三天 他突然肚子脹起來 喘起來 白血球突然高起來 那整個那些外科的那些症狀 全都跑出來了 那我們一摸不得了 接著走得很快 呼吸衰竭插管 敗血症 那在整個在開始 等我們驚醒的時候 他發現可能是腸子裡面的問題 不知道是破掉了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這時候已經在敗血症 已經在插管了 你要找哪一個外科醫師來開 還沒有人 我們就趕快集會診 因為我那時候我更害怕 因為我是住院醫師 是小小的住院醫師 被他們那些罵得狗血淋頭 然後他們就那個 那時候我就看我們的大主任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大主任其實 我以前是認為他是非常兇的 這時候兇終於有用了 他就找了一個年輕的 那個一般外科的那個醫師 就跟他講 不管怎麼樣都要開進去 為什麼一定要開進去 不開進去他會覺得說 很難對家屬交代 對 那可是所有的外科醫師 我想你看那個生命真相如此不穩定 可能就會開到這個時候 就會再出不來了 就直接在那個手術房間過世了 就變成是外科醫師 對 所以到底是你的還是我的 他只是想把真的推給我的外科醫師 對 不過那個 這真的是被拗啦 我覺得那個主任很兇的時候 就是說你一定要幫我開 那他也沒得步 因為他是一個真的是一個 我們很資深的一個前輩 然後本來就是那種怪物級的等級的 那後來當然開進去 那開進去之後 其實病人是沒有那麼慘 就是說出不了那個手術室 可是後來還是很多的狀況不好 傷口不含癒合 感染沒有好 後來還是 三天之後過世了 就是這樣 但我們也很謝謝那個外科醫師 幫我們那個承擔了一些東西 對 有一個病 如果他是內科也可以醫 外科也可以醫的時候 就會吵架了 像肝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肝奶 現在大家都說 肝奶就是切掉就好了 如果一小顆切掉就好 但是你知道嗎 內科現在也很厲害 他們有發展一個叫RFA的東西 就是用電燒 用電燒燒的 把肝奶燒掉 這種在肝臟小於3公分 效果幾乎跟我們切乾 是一樣好的 但是你去看那個社會上論文 外科醫師寫的論文都會說 切乾比他們燒好 可是內科醫師寫的論文都會說 你看我們用那個燒好像 跟外科不會輸給我們 甚至還憂鬱 都是這樣子 現在好了 你要得到肝奶 你在這家醫院 請問你到底是要用燒的 還是用開的 像我們之前我帶在一家醫院 那一科就是肝臟的部分 是外科在主導 因為他們有個外科的副院長 他就專門在切乾的 所以幾乎所有的肝奶 都要先照會他 才能夠去處理 可是肝奶大部分是誰發現的 是內科醫師發現的 因為你B型肝炎 你C型肝炎 有沒有在哪裡追蹤 你會在內科追蹤 所以很可憐 那個年輕的主治醫師 他就發現他的病人有個肝癌 就長在肝很深的地方 就是不大才兩分分 這種C型其實理論上是燒最好的 因為你要開刀 你要犧牲掉很多正常的肝 因為他位置就是這麼省 而且他又不大 其實燒我真的覺得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那個主治醫師竟然不敢 直接跟他的病人講說 你這個用燒的就好 因為他害怕被外科K 說你這個怎麼可以自己決定 要怎麼樣 他就跟他 他也跟他病人討論 因為那個病人是有點知識的 他也上網去搜尋了很多東西 他也覺得他應該用燒的就好 他不要去開刀 可是那個他就說 那我都已經決定要用燒的 你就不用照會外科 你就直接幫我做就好了 我已經決定不開刀了 你幹嘛要照會外科 因為那個內科醫師跟他講說 我會幫你照會外科 他就說奇怪 我又不開刀 你幹嘛照會幹嘛 我已經決定要燒了 我也同意你要做那個 你還幫我做 你不會燒 他說沒有 我做很多燒 我會燒 後來那個組織醫師跟他講 他說 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信任我 然後你又這麼不想開刀 等到外科醫師來看的時候 你要堅決跟他表達說 我絕對不要開刀 我絕對不開刀 那個做外科的西亞來看的時候 他就跟他講說 我絕對不要開刀 我全家都反對我開刀 你就是要選擇燒 說到這裡 我才知道我們這一集 做的重點是哪裡 對 原來是有這個問題 我剛剛想問他 如果是碰到這種 你要病人怎麼決定 到底要燒 還有看完這一集以後 如果我去看病 那個醫生如果跟我講 崔曉姐你需要轉診 我就要看著他 你是不是跟那個診有掛鉤 不是啦 那其實這是一些 不管就是 有些時候就是會有一些 在以前啦 現在比較沒有這種估計 我這邊就要提供一個case 是也給大家做個借鏡 像我們之前就有說過 有一個老人家 他是糖尿病高血壓 然後也有在洗腎 然後這種老人家 如果合併有那個 就是有一點傷口在腳 通常都是香港腳 然後抓抓抓 有可能那個傷口 就變成一個感染源 然後進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很爛的腳 然後可是因為平常的 內科疾病實在太多了 所以來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敗血症 那這樣子來的 到底要收內科還是收外科呢 那內外科的醫師都去看了 那外科醫師當然就講說 你這個看起來就是敗血症跟 要洗腎這個內科的問題這麼多 又不是這個爛腳而已 這爛腳根本不是重點啦 所以應該要收內科 把這個狀況控制下來 可是內科醫師來看就是說 那個爛腳是感染源啊 你外科要快點清創啊 怎麼有可能放著 不管先丟給我們 那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爭執 就是因為這病人看起來 白在那邊 我們老師有說過一句話 這洗腎的病人 就是連站在那個窗口看著風景 都會突然剉起來死掉就對了 所以它是一個風險 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危險群 所以大家都很怕 這個病人來年紀大 狀況又多會死在自己手裡 所以兩科的醫生 大概就是有一點互推的狀況 那當然這個病人一定會收 但收了以後誰是主科 誰要負責 那個這個就會有差別 所以到時候大家就只好比啊 比看誰的背景比較強 我說內外科的醫師啊 大家要各自請各自的主任出來 協調這件事情 結果那個時候運氣很好 是外科進來的不是外科主任而已 他是外科的副院長 所以副院長就出來講說 啊那這個就很簡單 在內科收個主科 所以我們外科每天來照顧嘛 要清創的時候再清創 這件事到最後是這樣也滿解決的 但是我想跟民眾講說 就是一般來講這種高風險的case 其實醫生碰到了也很怕你死掉啦 然後也很怕家屬會怪我們 但是我們都會很希望 能夠盡百分之百的力 所以有的時候生死有命 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我們的極限 我建議所有的病人 你要謝謝最後一個願意收你的醫療團隊 因為永遠他真的是在收尾 還有我們醫療團隊當中 雖然內外科剛剛有點小草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We are family 你內外一起幫忙 而且最重要現在真正的團隊 還包含一個最重要的人 就是病人本身 因為我們的治療 其實現在醫療都很開放了 其實病人的配合度 甚至家屬的關心程度 恐怕會讓你的治療成果達到更好 所以大家應該一起參與 是 所以醫師當然總是想把病患治好 不論是內科或保守治療或是外科 積極開刀 有疑問不妨求助第三方諮詢 才能真正達到完善的溝通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觀眾朋友有沒有運動的習慣呢 其實運動有很多好處 除了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增強免疫力以外 也可以減緩你大腦的退化 在美國有一個醫學研究 發現老人家每天走不到400公尺 他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比每天走三公里以上老人家多了77% 其實運動很簡單 不需要很多的設備 健走就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可是就是要有堅持 最少一個禮拜要走三次 每次要走45分鐘 我們可以選擇上下班的時間 慢慢地走 選擇不同的路線 觀察旁邊的一些周遭的景致 這樣子邊運動 也可以邊讓大腦延緩退化 台灣人愛吃保健食品 其中以維生素C為大宗 很多人認為維生素C補充過多會從尿液排出 但是每日攝取高劑量的維他命C 會造成腎結石的風險 主要是維生素C 高劑量的時候會代謝成草酸 草酸會增加草酸鈣的結石 維生素C最安全還是從天然食物中攝取 一顆中型的芭樂就可以滿足您一天維生素C之需求 如果您在感冒期間特別需要修復的時候 可攝取奇異果、柑橘類、草莓、綠橄欖等 補充您一天之所需